我是臨床腫瘤科专科 林何清医生 我和太太有三个女女 我很喜欢跟她们去露营 几忙都好 尽量做到work-life balance 腫瘤科始终都是比较悲伤的科目 经常面对生离死别 很多癌症病人大半身都为工作 生活拼搏 忽略了家人 令我明白到 时间是不能处起留下第二次作用 露营时我们会一起煮饭仔 可以想象到我们不会煮得很好吃 但是多难吃都好 他们因为自己有份煮都会吃得很开心 每个病人都很需要家人的扶持 癌症患者的治疗相对漫长 往往伴随着很多副作用带来的痛苦 家人可以做的就是陪伴 透过疗情以外的话题 一起发掘新事物和兴趣等等 带正面影响给病人 令他们明白眼前枯燥的疗情 并不是他们生活的唯一 可惜及时行乐 好好和自己的身体相处 今时今日的癌症再不是什么不治之症 也都不是想象之中那么可怕 医学的发展一日千里 每年都有新的抗癌药物推尘出身 而电疗的科技也都比起十几十年前更加先进 辅助用也更加少 癌症绝对不是一个人的事 家人的支持朋友的鼓励也都很重要 就等我们一起携手努力战胜癌症 感谢观看